我們繼續進去,C部分就是要給兩個原因解釋為何要用冰箱 我們看看原本冰箱的用途是怎樣 冰箱的冰箱就是在In Case of Fire會延伸開,然後弄爆你一筆 我們要想兩個原因,為何要用冰箱 我們要基於整個操作的原理,才可以想到原因 如果我不是用冰箱,而是用很厚很厚的冰箱,有甚麼問題 有一個問題,我相信大家可能會想到的,就是很厚很厚,就很厚 但薄才容易爆,其實這就是一個分禮的 Fin Gas 幾種原因是甚麼?就是容易爆 第二個原因,我們要想一些冰箱的原因 如果是一個很厚的冰箱,會怎樣呢?就是存熱的問題 存熱,存不到,存不到它的液體裏 因為它需要液體受到熱,然後延伸開,才會弄爆 如果是否延伸出來,受不到熱,會怎樣弄爆呢? 所以,如果我們要想一些,為何要用冰箱 我們可以反過來想,為何要用厚一點呢? 厚一點有甚麼不好處呢? 我們重回反過來想,就會明白原因是怎樣 記住,做這類題目,我們需要去想回 它上面是原本的操作的原理 然後在這方向去想回reason 所以,一個就是甚麼呢? 它會比較容易操作熱 into the liquid 其實你不需要用READY這個字 如果是英文不是太好的同學 你說EASILY,操作熱 into the liquid 這樣就可以了 完了,還有,BROKEN EASY 這樣就兩份了 最後,這條是挺難的 它就說了 其實呢,水我們是用在這個Fly Fighting 那就是它有兩個Rows 那為甚麼要用它呢? 第一個,它有cooling effect 第二個,它可以reduce the supply of oxygen 所以令到Compussion不可以繼續發生 那譬如你解釋這兩個原因 我想問一下,它為甚麼會有cooling effect呢? 其實我相信如果學過heat的同學 相信學校老師都會說過的 都會說過的 水我們有,它們是很高的什麼? 很高的specific latent heat 對嗎? 或者很高的specific heat capacity 對嗎? 就是因為它們很高 我們才會用來去滅火的 OK 那一會再跟大家說 怎樣寫這幾句話 好,第二,它就說 第二,它就說 它會reduce the supply of oxygen 好,那水怎樣去減少 那水呢? 好像沒有甚麼關係 坦白說,這個真的要大家去記一記 這個真的要大家去記一記 那我直接去解釋給大家看 那看吧 第一個,我剛剛覺得 它有一個很高的specific heat capacity 啊,講漏了 這條是4分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有四個point 那這個已經是第一個point 它有這麼高的specific heat capacity 和specific latent heat of realization 好,那有這麼高有甚麼用?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當這兩個數據越高的時候 是甚麼? 它會可以吸到很多熱 對吧? 所以它就說 你可以直接 你不需要寫這句 它就說 It can absorb large amount of energy 或者好像我這樣寫 to heat up and vaporize water large amount of energy is required 但其實我會prefer 它就說 It can absorb large amount of energy OK? 那就已經完成了 整理一份 It can absorb OK? 我相信這裡沒有一個字 大家不懂的 It can absorb OK? 好了,然後 這裡又有一份 好了,然後 它走了 cooling effect 然後第二 它說 當它 vaporize的時候 為什麼它可以阻止 空氣會供應下去呢? 就是因為 它由水變蒸氣的時候 它的volume會增加得很大 很大 其實這個字 你說不是 我們需要寫這些 其實不需要的 你就記得 那個volume increase 什麼? Hugely 對吧? OK 你只要表達到的意思 就是它的volume會增加得很大 OK 很大 那它很大有什麼用呢? 那這裡有分的 你說它增加得很大 已經做到事情了 那有什麼用呢? 很大 它就可以去replace 或者Displace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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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位置 照記這個位置 Display Air OK 所以它取代了Air 所以 會減少了 Supply of oxygen 然後 令到它停止 Compression OK 這就是最後一分 那這個位置 真的要記一記 這個位置可能 在學校都少說 那第二個 尤其是第二個point OK 都少說的 就是它的volume會增加 導致到可以Displace 那些的Air 這樣 那你要記一記 那 如果上面你寫了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 Specific Heat 高的 Heat Capacity 以及 Specific Latent Heat 然後 It can absorb Large Energy 其實我圈著這些位置 你寫到這些 代表 它已經可以給你分 OK 你不需要把整句 你填回 Subject Object Volume Increase Husually And Displace Air 這樣就有兩分 OK 其實 Application 的題目 尤其是文字的題目 大家都會覺得很難的 而這個位置 其實我很希望 如果有任何人做題目的時候 你們真的要記一記 去取分的位置 OK 你只要記得 那幾個 代表 然後填 Subject Object 就可以取分 其實文字體 不是很難的 OK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